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一套休斯顿Richmond这个区的一套房子 它的价格是在,样板间的价格是在32万美金起 如果你选择不同的外观,它的价格稍微有点不同 从32万美金到32万5000多美金的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板间是有一定的升级的 比如样板间的这个大理石都是相对比较好的选件的一个家装的大理石 但是这个样板间其他的升级并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说差不多在32万5000美金至33万美金 33万5000美金左右就能买到像样板间差不多的房子 当然了这个社区还有很多其他的户型 在后面我会把一些户型图放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这个社区有25万多美金的房子 也有30几万美金的房子 当然25万多美金的房子它的面积又小一些 差不多都在1800尺2000尺左右 那今天我们看到样板间的这个房子是2999尺的一个房子 它有4个卧室,3个半洗手间 如果你想加装放一厅也是可以的 这个位置是位于99号高速公路旁边 所以去很多地方都比较方便 是一个位置相对很方便的房子 但是学区并不是非常的突出 只能说很一般的这个样子了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搜索地产感兴趣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姬姬,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从进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前边是有一个这样的pedio,一个亭子 然后呢我们这样才进门 打开门之后 右手边是墙没有什么东西 它放两个镜子会显得房间很宽敞 然后左手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书房 但是它是可以做成一个dining room 也就是说放上一个主餐桌这样 好了我们先往里走 再往里走呢右手边就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这边有一个门 这个门是通向车库的 他们这种房子都是标准的双车库 然后这边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个房子客人用的洗手间 样板间是没有加装的 所以不加装客人用的洗手间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装饰品不算哈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往前走 就来到它的客厅的位置了 高挑的客厅 窗户呢分两面 所以相对来讲是非常的亮堂的一个客厅 房子整体面积2,990尺 这边是一个厨房 样板间所用的厨房的橱柜还是有一定的升级的 包括他用的这个大理石也是有一定的升级的 如果不升级的话 橱柜也可以选白色的 大理石可能会不太一样 稍微普通一点 这就是整个厨房的感觉 厨房的旁边就是客厅 我们现在看到样板间的客厅的这个壁炉上面都是升级的 贴瓷砖的这样的壁炉 如果不升级的话 它的瓷砖就贴到这样一小半的位置 然后往这边看 厨房旁边就有一个早餐厅 早餐厅的旁边是一个去院子的门 然后再往里走 像这些门都是储藏间 我就不开了 再往里走呢 就是一个主卧 主卧的面积还是很大的 现在主卧中间放的是King的床 那主卧还有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虽然说总体面积2,999尺 不太到3,000尺 但是主卧的面积给的还是非常充足 然后主卧洗手间 马桶间 然后走过来就是这样的 主卧的衣帽间很方正 然后面积也够大 户型上来讲是一个很方正的户型 现在我们看到主卧的洗手间的这个台面 还有它的橱柜都是没有升级的 也就是说如果您不升级的话 就是这样的橱柜和台面 你能发现这个橱柜和台面 是跟厨房不太一样的 好 现在让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上了二楼之后呢 右手边是一个卧室 卧室的衣帽间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也是一个储藏室 再往里走呢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卧室 我们先进一个看一下 卧室的窗户还是很大的 所以阳光就这样洒进来 然后向前走 这个卧室呢 是一个套间 门口就是洗手间 然后隔壁的这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面积相对小一点 你看它放的这个床 其实比较小 是一个很小的单人床 这是另外一个洗手间 二楼的第二个洗手间 但是洗手间是带窗户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活动室 继续往里走 这个地方是有个吧台的 吧台属于家庄 就是说您可以不花这个钱 不要这个吧台 然后再往里面走 就是一个放映厅 放映厅也是一个家庄 价格差不多在一万两千块钱左右 你也可以不加装这个放映厅 加装放映厅之后的面积 会超过三千尺 不加装放映厅的之前的面积 是两千九百九十九尺 这就是从楼上往楼下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整体来讲呢 是一个很规矩的 户型比较规矩的一个两层 所在的区域也是生活比较便利 现在我们去院子看一下 但是新房子的院子 样板间的院子 不代表您能拿到的这个房子院子 因为您能拿到的这个房子院子呢 是不太一样的 看您选的那块地的大小 如果你选的地非常大 那您选的这个房子院子就非常大 那如果你选的这块地小 您能拿到的这个房子院子就小 从这边出门 就是这样的一个派对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房子样板间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院子并不是很规则 它是一个户状的院子 所以你看这个样板间的院子就并不是非常好 但是有可能您喜欢这个小区买的那套房子院子是一个很规整的院子 差不多所有的院子的占地基本上都是在7000尺左右 你也可以买一个比较大的占地 那它会有一个地的一个加装的钱 有可能是5000 6000都有可能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样板间了 更多的户型和介绍 我们稍后给大家在Google地图上一一介绍一下 我们先从休斯顿的大地图开始看起 在这个休斯顿的地图当中 我们看到休斯顿是一环一环的 这是二环 然后是一环 二环 然后外面这一圈是三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呢 就是在三环的旁边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放大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的样板间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离高速公路很近的 门口就是很多的商业中心之类的 好我们现在先从大休斯顿地区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位置在哪里 在整个大休斯顿地区 我们画圈的位置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 它所在的一个位置 这样一个红色区域里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社区 在整个大休斯顿地区呢 现在画的这条线叫做West Park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南Kitty 也就是学区非常好的那个Kitty 往十号高速公路北边 唐城是离中国城最近的一个区域 那中国城在哪呢 中国城就在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圆圈的这个位置 就是中国城 这个区域就是一个商业中心的区域 如果去Uptown上城区是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到上城区差不多是27分钟的样子 也是比较方便 因为休斯顿确实很大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离门口的超市 门口的超市非常近 就五分钟就到了门口Kroger这个超市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它离其他地方的距离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它离学校 中学和高中都在一个学校的区域 但这个地方有17分钟的样子 其实还是有点远的 那它离小学非常近 小学就六分钟的样子就到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方了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